人不能自主 在社会阶级的落差里面不能自主 你的小说里面很多 但你的主角都是去奋斗 然后去穿破那个 他与生俱来阶级的限制 为什么你那么早就对这个这么敏感 就是人的自主权 我想这也跟我同年在战争中长大 我说过嘛 我父母在我六岁的时候 我两个弟弟丢了我 然后我从战争中间一路看到 这个所谓的生离死别看太多 我的童年好惨 就是只能用凄惨惨烈这种句词来形容 好 等到抗战胜利了 又碰到国共战争 所以我又在逃 到了台湾 我十一岁 家徒四壁 1949以后 家徒四壁 所以这个 所以是我就在那么小的年龄里面 然后我很早我就认识了一样东西叫文字 所以我到了十四岁的时候 我父亲才发现我 居然已经到处投稿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就认为人必须自主 我在家里是最不被看好的一个孩子 我有四个兄弟姐妹 个个比我强 我很弱 我每次都是数学考二十分 回来被我爸爸打 我爸爸那时候还是用指法的拿一个尺打我 然后每次都是我挨打 然后他们都能过关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自强 要自主 要人 这个社会是很残忍的 我的女主角都是很有个性 都不是柔弱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把它看成柔弱 我发明过一个名词 叫矛盾综合体 其实这句话是讲我自己的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矛盾的人 我有很脆弱的一面 但是我有很坚强的一面